世界看好了 IGN示范了如何用一篇文章激怒全世界的亚洲人 别假装因为主角不是亚洲人而生气 甚至还在X上嘲讽网友别假装突然去关心亚洲的代表性 随后IGN更在X上发文强调 比起女忍者奈旭江之虚构 迷著更是史实的传奇非洲武士 包含了不久以前对于渐心满满的偏见 此一连串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以及迷之行为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发自一间全球知名国外媒体IGN 然而这一切背后的操作 包含选用黑人弥足来代表日本武士 都有可能跟SJW以及Sweet Baby Inc.息息相关 打着多元文化的旗帜以合理化他们带有歧视的价值观 丝毫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 并在黑人智商的目的下不惜挑起文化敏感性的问题 今天这期节目将带大家了解这群人是怎么透过这些操作 挪用他人的文化 将黑人弥足捏造成SJW理想中的完美武士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月 上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关于玉璧最新刺客教条系列 刺客教条暗影者关于选用男主角弥足的正义到至今没停过 不论黑人弥足武士的身份在目前的多数见解上是否定的 甚至间接引发了拥护者在没有切缺证据下试图篡改历史的Wiki修改大战 还是刺客教条系列中首次以实时人物在日本题材上刻意选用外国人 再加上创意总监受访时表示团队在决定主角人选时 就是要创造一位我们的武士 也就是打从一开始他们就要用外国人来打造他们自以为的理想中的武士 而非日本传统武士的形象 也因此在没有历史考究的基础下 宣传片才会出现了黑人弥足扮演着武士 且穿着武士大凯进行暗杀 而自己却浑然不知他这个行为根本违背了常理以及日本武士道精神 让许多人感受到玉璧虽然把舞台设立在日本战国时代 但根本不尊重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真实性 相较于对马战鬼当主角静警人为了战胜不讲武德的敌人时 第一次违背武士道精神时那内心的崩溃跟纠结都能让玩家印象深刻 可见这两间工作室对于日本文化的了解的程度可以说是高下立盘 然而正当大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争论时 那位知名的媒体界大哥责任来我就扛的IGN 终于出来啦 不能说是习事宁人 只能说是火上加油 于5月17号发表了一篇标题为 我们别再假装因为刺客教条暗影者不是亚洲人而升起的文章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相关言论 引起广泛的争议 该文章暗示网友对游戏主角非亚洲血统的愤怒是虚伪的 并讽刺批评者并不是真正关心亚洲代表性的问题 该编辑还自称自己就是亚裔的美国人 以亚裔的身份发表 他认为目前亚洲武士的角色已经够多了 缺的就是多元化的角色 随后更在X上发文强调 比起女人者奈叙将是虚构人物 而弥祖则是史实的传奇非洲武士 此举引起众多的网友议论 一来是目前多数的见解 弥祖仅是信长提刀的随从 在未被赐予姓氏没有苗字没有领地的证据下 即使网络上有不少影视创作介绍弥祖是个武士 但在严谨的史料考究下 多数看法仍认为弥祖仅是知田信长的加成兼保镖 二来弥祖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战功攻击 能找到他的相关资料非常的少 仅在信长身边担任保镖约一年多的时间就下落不明了 简单的说弥祖在日本战国时期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 IGN捧他说是个传奇非洲武士 这传奇一词不免过于美化以及夸大 再加上公开攻击 为亚洲发声的网友是虚伪的 根本违背了一个媒体该有的客观角度 且善尽查证义务给予读者正确的内容 更被许多网友嘲讽IGN就是个双标媒体 因为在先前大家讨论恶灵古堡5重制版的可能性时 IGN就毫不客气的批评R15充满种族歧视 因为该带内容是发生在虚构的西非国家 登场的反派与感染者都是非洲黑人 主角则是白人 然而这次换成刺客教条暗影者 却认为玩家扮演黑人武士 在日本战国时代把日本人当作青菜豆腐砍却非常的多元 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SJW所谓的多元化 根本没有包含黑人以外的人种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我们曾在之前的影片中介绍过游戏界的毒瘤 政治正确的罪魁祸首Sweet Baby顾问公司 如何以假正确真骑士控制者媒体游戏开发商 他们的人脉极广并手握投资者金元的操控权 迫使游戏加入多元化以讨好特定族群 大赚多元才 使得近几年游戏内的角色 从种族外观到性取向逐渐的母汤 甚至改动游戏内容使其符合他们理想中的模样 讽刺的是SJW扛着包容多元文化的大旗 但却容不下不同于他们的文化 标榜者接纳友善和平的理念 但是当出现不同的声音 就会立刻动用社群力量与媒体资源激烈的攻击 甚至尝试ban掉相关的群组与网友账号 以抹出不同的声音 所以当网友在PS5 Reddit上 单纯表示自己想在刺客教条中玩到亚洲男主教时 就立刻遭到管理员永久封锁账号 这个做法真的是非常的SJW 很包容很多元 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而Sweet Baby的合作伙伴 Compulsion Games的社群经理Catie 也公开表示亚洲人就是类白人 歧视白人的同时 也顺便把亚洲人丢进类白人的分类里 以合理化他们带有歧视的多元价值观 而且就连UB官方更是在预告中确认雇佣了LGBTQ Plus社会运动相关人士参与刊发刺客教条暗影者 历史顾问不找专门研究日本历史文化的专家 反而找了专门在研究日本中世纪的男男恋 佛教僧侣与青少年男孩之间的浪漫关系 性倾向跨世代性行为的性别专家 所以我们也不意外的会在宣传片中看到 黑人迷柱穿着与身份不符的武士大凯刺杀敌人 还会全副武装的助力在人来人往的街道边 因为SJW所找的历史顾问 只是一个专门在研究跨性别同性恋学者 除了我们能够期待信长与黑人迷柱发展出 难上加难知难而上的恋情 若你想要这款游戏有什么严谨历史考究的部分 那根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而在5月20号网路上被大家疯传一张号称是 刺客教条暗影者开发团队的合照中 居然有Sweet Baby Inc.的创始人间执行长Kim Blair 也就是那位教育员工说 若公司不愿意配合多元化 就能恐吓他们的SJW代表人物 而Kim Blair曾在Ubi工作10年 是公司的主编剧 期间负责过刺客教条 枭雄极地战壕4 据悉这张照片是Ubi蒙特楼工作室官方网站上的 2016年的成员合照 并在2018年Kim Blair与同事一起离职 在魁北克创立了Sweet Baby公司 并透过两人过去在Ubi担任高层的人脉 得以持续与Ubi和其他游戏公司保持合作关系 而刺客教条暗影者的主编剧Elisa 也在魁北克为育弊工作 并且追踪的SB公司 其他底下的资深编剧Gyle Armstrong 也公开表示出SJW的倾向 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Sweet Baby有直接参与暗影者的制作 但从Sweet Baby与玉璧的渊源 以及先前刺客教条维京纪元 标库车绳的合作关系 加上本作编剧们跟Sweet Baby的友好关系 以及共同仇视白人的倾向 以及跨性别同性恋学者参与编剧 这款有没有可能会是SJW 以理想中的黑人武士来教育玩家的3A大作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看到这我相信每个人对这件事情可能都持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大家可在留言区分享补充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 在影片下方的留言 只要我有看到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声音 我都会按赞 面对大家的指教 我也是会虚心接受 那最后如果你要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本来是如上一支影片所说 比起政治正确 我更担心的是游戏性的问题 毕竟预避近几年的3A大作 没有什么行业 太过公司化 以及作业感让人玩得很腻 再加上多元文化价值的配方 果然身价不菲 这个定价真的是高得离谱 因此在实际画面尚未释出之前 多数网友都会好心的奉劝大家 千万别预购UB的游戏 本来我保留观望的态度 然而经历了这几天的演变与深入研究后 我个人是真的没办法接受 UB和IGN 以多元化的唐一果子歧视的种子 埋下族群间的对立 牺牲他国的历史和文化真实性 以宣扬自己扭曲的价值观 如果不用市场机制让他们知道 玩家根本不甩他们这一套 会不会哪一天 当UB決定要将舞台搬到中国 刺客教条三国时 刚好被他们翻到黄晨艳曾对诸葛亮说过 自己的女儿是黄头黑色 而兴奋的宣布 我们的刺客就是染着金发的黑女黄月英 诸葛亮之妻 诸葛詹之母 同时还是人民的救世主 若你觉得以上所想象的画面很悲难 那你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的日本人会如此的崩溃吧 而那位IGN含影编辑不但没有舍身处地的了解他人的感受 还落井下石拍手叫好 我个人觉得他真的很可恶 最后我只能说很遗憾也很惋惜 那个曾经在游戏中以匠人精神完美还原巴黎圣母院的Yubi 那个曾经为人类历史文化的存续出一份力的Yubi 在如今政治正确的影响下 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Yubi了 希望能在玩家们的抵制下 难有被SJW禁锢中解放的一天 必须要提醒的是 阿月景单纯发表自己的想法 没有要影响任何人 也从来不会去号召抵制拒买任何产品 买不买向来都是玩家个人的选择 不买也不代表抵制该产品 就像我等等想吃牛肉面 不代表我抵制麦当当 如果这件争议后续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会放在置顶留言或者是YT社群贴文哦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如果影片底下的留言有你喜欢的 或者是戳中你的想法 请帮他们按个赞 也欢迎大家留言交换彼此的想法哦 也欢迎来阿月的Twitch直播 大家一起交流 还能免费的抽奖 抽PS5、Switch、主机等好理 如果觉得影片内容还不错 请帮忙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与肯定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哦 我是阿月 我是月嫂 我们下支影片见 在会咯 再见